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個禮拜韓版推出的活動呢 他的任務條件很簡單 你只要消耗100片葉子 就可以獲得這個 傳送到一個神秘地區的這個傳送卷軸 那這個任務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分成兩階段進行 所以呢,這個任務的分享影片呢 也就把它分成上下兩階段來進行 那首先第一個階段呢 是傳送進去之後 他會打一大堆的不死鳥 那他會有小隻的不死鳥還有大隻的不死鳥 那我們就來直接傳送進去給大家看 好,然後傳送進來之後呢 稍等一下,他待會呢 不死鳥就會出現了 好,那出現呢 現在首先出現的是總共有2468 大概8隻的這個小隻的不死鳥 那基本上這些怪物 他不大會損你的血 就是難打了一點喔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一直用這個普攻就好了 也不需要放魔法 用普攻去敲 然後把這些怪物打死到一個程度之後 哇,第二波又出來了 把這些怪物打死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他的媽媽就會出現了喔 待會我們就會看到他的媽媽出現了 那這些怪物掉落打死的時候 他會隨機掉落這個 一些補給品跟道具 那大部分都是龍珠耶 你看像我們現在打到兩顆也都是龍珠 第三波怪物他一次應該是八隻喔 所以 我們看起來這個傷害基本上每一隻怪砍他 都是命中喔 因為我們是黑暗騎士 好,都是命中的那... 喔,現在媽媽出來了 哇,這個動畫太炫啦 好,這個是不死鳥 好,他的不死鳥出來了 那他同時也會召喚更多隻的這個... 小隻的不死鳥 不過...還好我覺得這個東西... 呃,這個怪物啊 他都只是...呃,算是一個效果這樣子而已 好,不過不死鳥...不死鳥啊齁 他真的是很漂亮 他真的是很漂亮 但是他的攻擊...呃,都是屬於範圍攻擊喔 哇,我們現在一直打這隻...媽媽齁 所以小隻的一直在旁邊這樣子...呃... 幫他媽媽助陣 可是我看我們的HP是一滴都沒有耗的喔 好,所以這個任務基本上很簡單 你就是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在時間之內...把它打死 所以攻速越快的話當然是越好 越快完成這個任務 那看起來不死鳥應該是要死掉了齁 應該是差不多了啦 所以他現在剛好放了一個衝暈 好,放了一個範圍技能了 但是不痛不咬沒關係 好,欸,死掉了...他死掉了... 好,沒問題 你不覺得他死掉了... 然後...他你不覺得它... 這是什麼什麼事 好像有一點在欺負小鳥啊 一直啾啾啾啾那種... 呃,摔摔帶補那個小鳥那種感覺喔 好 剛才那個音效呢 就當作沒聽到吧 因為我的那個日版 我的日版 那個快死掉了 繼續看到這個任務 欸 剩下最後兩隻了 欸 最後清掉了 因為他剛剛是岩石死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有什麼東西喔 看起來是 喔 就是三種名譽 三種幣喔 各五十個 那我們就把它減一減吧 沒有打到寶 算是 可惜 可惜 好 那這個任務啊 我們剛剛講到說 他是其實是有兩個階段的嘛 OK 這裡面呢 還有打到這個防卷跟戰鬥卷 還算OK啦 還算OK 雖然說沒有很好的寶 但是這樣還算OK 好 那我們繼續介紹這個任務喔 待會 這個任務他到每天晚上的 呃 如果是預設 設定時間 然後是 呃 我看一下喔 設定的話 他是在這個 每天的9點5分喔 那這個是韓國時間的9點5分 台灣時間的話是8點5分的時候 呃 在那個龍之谷的三岔路 好 他會有一個BOSS會出現喔 所以 但是剛才我們把這個BOSS打死之後呢 基本上他就會在三岔路出現一個雕像了 好 這個就是這個不死鳥的這個雕像 好 這個就是這個不死鳥的這個雕像 那他現在是屬於一個被封印的狀態喔 他是被封印 所以你看到他是一個石頭 好 那等他被解除封印的時候呢 他就會變成是一個暗黑的狀態 那晚上 呃 另外一場啊 在打這個BOSS的時候 他會出現塞尼斯 然後出現這個暗黑的這個不死鳥 好 那這個是這個任務的第二個階段 我們到時候再來跟大家分享這隻BOSS他是怎麼打的 那這個影片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